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海洋凡 我是王孟平 美中科技大战再度开打 美国对于华为的禁令现在是再度的升级 而所谓的华为禁令其实就是禁止使用美国技术跟设备的半导体业者 他们出售零件给华为 也就是说你现在美中必须要选边站 那中国方面他们言你要启用一个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要来限制或调查像是高通啦 苹果啦 像波音这些公司 那高通呢跟台湾联发科死对头也是竞争关系 所以就传出说有没有转单的机会 本周一度的是跳空涨停板 好 看到这种国际联盟开始兵分两路 台湾的华为概念股到底有没有机会利空出境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谢明哲老师 明哲你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为您邀请到的是蔡明翰老师 明翰你好 孟平好 大家好 来看到新闻的焦点 现在美国打压华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常态 那么来看一下华为的最新回应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出席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 开幕式演说就以跨过时间迈向未来为主题 强调尽管业务受到美国打压 但华为正在极力为飞机补动 一年来扩大了三成的研发投入 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但这一年的磨练也让我们皮糙漏后 我们研发大概增加了30%的研发投入 郭平也提到华为将在非美国阵营中追求全球统一标准 同时要深耕欧洲市场 在两季时代的话呢 多自视的美国运营商使得美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最终是在竞争中不再具有领先地位 并且最后衰落了 也就是说不再有美国的华为的竞争对手 华为也会积极地参与支持 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的实现 为了突破美国围堵拓展欧洲市场 华为宣布斥资500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1.82亿元 赞助伦敦帝国学院打造高科技中心 未来五年内还会提供并管理一条超快速5G网路 而这项投资案 遭到部分英国议员反对 担忧威胁国家安全 甚至批评这是中国透过金钱 将影响力延伸到全球知识生产的标准范例 但伦敦帝国学院表示 仍将继续这项计划 还声称多年来都有接受华为赞助公开研究 美国扩大对华为的限制令 尽管中国官媒不断放话报复 打算对苹果等美国企业开刀 但根据CNBC报道分析 苹果不太可能受到波及 因为苹果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贡献 随着苹果寻求供应链多元化 加持北京再打压 势必会加速苹果将制造撤出中国 华为禁令看来还不会对苹果产生巨大影响 介绍平成一番综合报道 好看来这个美国啦欧洲啦澳洲 越来越多国家是呼吁中国调查这个疫情的起源 那中国接下来在国际当中扮演的角色 会不会更加艰难呢 的确如果说以目前整个国际市场的 一个氛围来看的话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状况实在太严重 所以包括了像是美国 包括像是澳洲 这个时候都跳出来呼吁说 中国你应该查一下 到底这个病毒的起源在哪里 所以这个当然对于中国的一个市场来讲 它其实会造成国际市场的一些疑虑 那除此之外呢 当然这个美国 它其实也已经开始采取报复性的手段 简单讲就是当疫情开始有些趋缓的时候 那个川普又要再度拿中国来做开刀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华为的一个禁令 在做实施之后 其实刚刚孟平有谈到嘛 就是说这一次是说 如果你用到美国设备跟技术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能够出货给华为 那同时呢 如果你是华为自己做设计的话 你也不能够请别人帮你做代工 这就是台积电 它之所以没办法接单的一个原因 但以这一次的一个状况来看 其实它倒不是针对这个华为的手机 而是最主要是相装五件意在配工 它最主要是要针对华为的5G全球市占率 因为如果说以目前来看的话 在全球的5G市场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主导地位 还是以华为为主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原本的Ariksen跟Nokia之外 最近还有三星 因为就是这个美国打压华为的关系 所以它在5G的基地台 它有那种市占率开始窜起 那美国当然希望说 借此能够压制这个华为的一个5G发展 那以换得就是说包括他们自己讲的国防安全 或者说是这个美国厂商的一个机会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华为短期上面那个订单的 这个所谓的衰退或者是流失 短期之内不容易弥补 所以对于工业人来讲 它其实当然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华为占领的营收比重 越重的一些公司 它其实那种所谓的 你短时间之内要找到新的订单 去填补那个空缺 那个难度就会更高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以这一波的一个股价来看 当然大家着重的重点都在于台积电 但它占台积电的营收大概是15% 华为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包括其实像是文茂 包括像是金元电 它其实占比都来到两成以上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 你就会发现它的冲击其实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从5月份以来 实际上除了这个台积电 当然法人卖的比较多一点之外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营收占比比较高的股票 它其实呈现一些大卖 那如果说你从这个股价的一个现行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从周线的角度来做出发 大家会想说因为事实上在这个 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 其实还一度传出那个华为会下鸡蛋 然后金元电一下从大利空 好像变得利波的一个消息 但实际上我们包括我们看3105的文贸 或者是2449的金元电的那个周线 你都会发现其实它的一个多方的一个架构 其实都已经做破坏 对原本它大概都是在那种 月季线附近当中去做正当整理 原本它的走势就比较弱 那这一次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你看到我们澳的股价快速回档 去创下最近3 4周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包括像是2449的金元电 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说 虽然说礼拜四的那个消息 让它在这个礼拜的周线 有留下比较长的下影线 但整体来讲 因为它股价其实本来就不是那种 会连续急涨型的那种个股 所以当你股价下来之后 事实上短期上面 你说股价要再度回到 这个起跌之前的高点 我觉得难度上面就会比较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台积电也好 或者像是月光 乃至于后来其实外资有开始回头买销 像是星星 这个其实现行上面 其实都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 就是短线上面这种华为 华为占它的营收比重 比较重的一些个股 短线上面可能都要先做避开 事实上这个华为是台积电 也是大力光的第二大客户 所以大家担心说 对于在营收的冲击 占比比较高的 这些华为概念股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在这一周股价是重见落马 不要跟敏翰做观察的是 美国一方面它扩大华为禁令 但是它又延长了90天的宽限期 所以根本冲击就还没有开始 是这块来讲确实这个 这个90天来讲就是告诉大家 这真的冲击的时间点会落在第一次机 但是很大的现象 就是说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细节的部分 其实都还不清楚 所以到底会有怎么样状况 大家法人也都还在猜测 那至于刚刚讲到 这个其实短时间也没有冲击 那大家在怕什么 会有个问题 你不卖我先卖 那大家就开始这个先跑为止 所以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可以看到这个礼拜 一讯息一出来连续三天弱势 那有没有出现什么太强 太利多的新闻 其实也没有 商务部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就有办法直接反弹 显示的就是说 细节其实不清楚 短线三天杀完之后 它自然会休息 但是是不是代表回升 我个人觉得可能速度 还是没有那么快 因为毕竟刚刚又回到刚刚提到 整个架构其实大家都还不傻傻 到底它会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不敢下定论 那法人只能用比较保守的一个角度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这个美中 他当时这个上礼拜给的这个讯息 可以看到美方他就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讲到说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讯息 就是因为刚好上礼拜五 之前的这个华为禁令延期刚好到期 所以上礼拜五必须要嘛 就是要就是砍他了 不然就是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上礼拜五呢 他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说是最后一次研究吗 对对对 他这一次比较不一样 确定不会再有下一次 可是我告诉你 上礼拜五的时候 他又讲说这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个礼拜期间又提 商务部又提到 其实中间的内容 是可以不断的做修改 而且他在讲到这个 八月到期的时间点 其实也都还可以调整 所以其实他还是有不断的留下伏笔 一个手法 对所以我们这个等一下有跟大家解释 第二个他就讲 他在讲到我们讲一个连续剧的故事 第二个重点他讲 如果没有得到许可 你从美方得到技术或软体的 你制造的东西 你都不能卖给华为 这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过去他有一个条件 你这个技术层次不能高于25%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三成的技术 来自于美国 那不好意思你不能卖给华为 当时有个门槛就是25% 市场在传 他后续的这个所谓的杀手 会落到10%就是你原本15可以卖的突然 从25变到15你就不能卖了 那当时台积电他的先进制程是没有问题 可是他比较简单的制程 其实是落在这个10到25中间 所以大家本来在担心掉到10 之前曾经有传过一度 结果没想到上礼拜五呢 他也讲得不清不楚 他只有说以后没有经过允许不准卖 那市场怎么解读 就直接把它降到零 就是告诉大家 你只要任何有美国的技术 一个零件都不行 对你就是有美国的技术或软体 你就是不能卖 因为他这次来讲 他没有讲一个数字 他没有他重点他讲的不清不清 他没有给的数字 那之前有25 那大家原本要传实 这次完全没有 大家就把它解读成零 最简单来讲 短线是有过度解读的问题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中方 他当然又回击 那回击的内容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了无心意 这个去查一下 这个是过去不断不断不断的讲 所以如果就回归整体架构来讲 我个人的观点 其实你如果退一步 先不要去看细节 你退一步就美中双方的 这些动作看法 可以很显然的就是 这个我们再告诉大家 华为禁令 打从去年5月就开始 所以整整一年了 他的特色现象就是 每一次都说我要砍你拿着刀 可是走到前面的时候 我再观察一下 其实一直不断的这样 持续的上演 我只能告诉大家 目前确实双方不断的叫嚣 但是大家都有很重要的考量 疫情 在这个经济状况这么差的情况下 没有人敢真的砍下手 所以我认为说 短线这个讯息的情况下 会导致先想跑的 会先卖股价会弱势 但是我们等一下 会进一步跟大家分析 到底这个影响有多少 那后续的一个投资模式 所以看来 这个美中大战的歹性脱棚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解读中国的反制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